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跑高速毫无疑问 你就要买一个德系车 这个级别的车 你能选择有朗逸 有宝莱 还有明锐 这个车1.2T的 1.5的都可以 当然你预算充足 1.4T的也可以 可能您的预算不够 老胡的推荐就是宝莱1.5 自动舒适版 现在的价格优惠完了 应该是不到十亿 价格便宜 亮眼足 配置也很齐全 底盘比较扎实 动力也可以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您 胡老师 我一直都关注你的节目 我想买一辆09年高配的2.7汉兰达 想听听你专业的意见 十年车龄的汉兰达多少钱入手合适呢 后期保养维护成本高不高 油耗大概多少呢 这种车买来家用 大概还能开几年呢 车子会不会经常出毛病 这是一种问题 老胡逐个来说 首先说哈兰达是咱们汽车市场上旗座SUV的长庭处 从它出来以后到现在改款 没有太多的负面消息 品质很稳定 保质率非常好 您说的09款 旗座 两区豪华型 就是当年制造价29万 9800那一款 现在的市场行情大概在10万左右 行事里程呢 丰天车品质耐久性很好 它在这个2.74缸发动机 多点电喷 双VVTI的 油耗基本在13个左右 品质很稳定 只要这车没出过大毛病 没有大事故随眼 公里数是10表 你再用个几年没问题 现在这种 九州以下蓝牌的飞行运车 是没有报废年限的 只不过15年以后 一年多减一次车 汉兰达空间比较大 骑坐也比较灵活 这个空间非常好 就是配置 就是说认知度 可能不如它的竞争对手 胜在均衡 它这个车的保质率非常优秀 这个车虽然已经10年了 你再用个五七六年 问题不大 有一种说法 叫丰天车20万公里才过摩克起 所以这车的品质很好 耐久性很好 油耗也不是很高 维修背价也不贵 可以长期持有 如果有本地一手的 里程少的 车况好的 价格在10万左右 完全可以出手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